今天还有什么问我 如果你跟你们就是任何一个这个朋友 互换生活 互换生活一天跟谁换 我说跟杨迪换 咋的呢 我要让杨迪感受一下 去音乐厅弹琴的感觉 真的太想换朗朗的那种生活了 就穿着西装 然后所有人鼓掌 然后你沉浸在自己的音乐里 所有人听你 然后你不需要跟观众互动 好不好笑 这个确实省事 确实不用说太多 其实我跟杨迪还有沈阳哥 我们仨人是 其实挺不容易的 因为我们是非常需要照顾观众的 对 而且讲端子的时候 如果讲着讲着 发现观众没有乐的话 还得再 而且你不能马上提 你还得在端子里面再加花 想办法把他们逗乐 那你说主要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因为他们是 就是有些人 他为什么就不爱笑吗 还是怎么的 不是是我们不好笑啊 这有时候真的不好笑 观众不笑 有的时候真是我们那会儿没弄好 你也会吗 怎么不会啊 我烦我 甩一个包 或者没打地 我就要流汗了 我说在国外有些乐团 有些乐团如果笑话不行的话 就这个鼓手今天过生日 来 如果观众不邪的话就这招 我去长沙去演出的长沙大剧院 我跟当时的大大一起去演出 那时候才二十岁 那时候我只会一段相声 第一天听着还笑一下 第二天 第三天 连着了 三天 人是一样 那个人连着来了一个星期 然后我有一天就上台 常演到什么都能有 而且就是这种 还有点买声 比较小童子的 什么都能没 不能没钱 别说了 妈呀 我走去 妈 我 她听够了 对 够了 然后拿一个 把这个喝了 是吗 啤酒 啤酒 就是我哭了 我在站在台上 然后她的 她喝了 天呐 那你只会那一段没办法 当时真的不赖人家 人家对我已经很容忍了 我只会一段 周深 你要知道我们象征小品 这个真的是 一个笑料 不会像你们歌 你们歌是需要更多的人传唱 更多的人知道会更好 我们是生怕这个包袱 这里演过以后 然后怕这儿的观众也知道 所以我们录节目的时候也会这样子 其实比如说老遇到同一批艺人什么 他们有些段子可能会讲好几遍 但是我们得必须要帮他捧场 因为特别明白那种感觉 就是帮忙笑嘛 我以前去参加那个节目的时候 真的是好笑不好笑 我都在底下笑 对 对 没事 当年沈阳哥上的时候 我在台下还是观众呢 那一天他上去 我们进去看的所有所有的人 先破一号厅的房间 就先破了吗 我只是说我的见识里 我看的那几年 没有见过沈阳哥那么火的小品呢 是 没错 那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准备 就是自己弄点新的东西 这个小品呢 我现在就感觉受伤 你是不太敢碰的 还是什么原因 就是 没有 是你知道朗朗 是观众对他的期待直升 你为什么没有 那天晚上好笑 对吗 对 真的是起点巨高的 巨高 他太高了 太高了 你弄出来一个他就不好 他就会公 骂我 所以我不敢碰他了 除非碰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 就过瘾 眼睛也过瘾 大家看着也好 那时候其实我也挺检讨 刚开始红的时候戏接得多 这个刚演的两三天 你得想下一个戏 刚进入角色 拔了有点回来 所以小品现在我也是 基本我不敢碰了没的 哥 咱俩傻肉演一个 那你带着哥吧 你带你演 去你 真的 有小品呢 我现在就感觉受伤的很 你觉得你们特别强大 没有 我们就是 不要脸过来说不好笑 怎么了 不是 下一次就再说了 这次就是